另一个问题是香港非常常见 就是餐桌问题 因为通常大家都会拍场 甚至有些人家很小就用摺桌 我们桌子不是属于洞区 其实这个有没有问题 饭厅也是在厅区 有些归纳饭厅和客厅 有些无所谓客厅 总之吃饭 开摺桌出来就吃 甚至有些餐桌排在墙上 坐在厅中间对着餐桌吃 客厅饭厅 吃饭其实是我们进食的地方 进食是蠟 风水说出蠟的蠟 蠟是饮食 关乎我们的健康 健康关乎我们的寿愿 所以饭厅其实也很重要 它是一个活动的区域 无论你吃什么都好 它是一个冬的区域 所以一定不要在房间吃饭 从风水来说 就在饭厅吃 开合式的餐桌 拉出来的餐桌 有两个理解 如果你天天开餐 开饭都要拉出拉入 开餐桌 我们讲话都说开饭 这样就开饭 那就没有说开桌 开一张餐桌 其实吃饭 其实它动区可以动的 不过经常都动 我们经常说 辛苦找来自在吃 你吃饭 挖一张餐桌又搞一餐 吃完饭收桌又搞一餐 其实是每次开饭吃饭 用餐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好像很隆碌 很奔波 其实是找食 是找得辛苦的 哎呦 但是反过来 如果我们说餐桌 开合是平时我们都很少开的 就相对稳定 我们在动区里面 都追求一个动静的平衡 不是说动的 就要24小时在转动 餐桌应该吃饭的时候 动一点 不要紧 但是如果一张餐桌 我们说平时很少用 反过来 过年过节 团年饭 做节 生日 整班人回来吃饭 所有的家企成员 回来吃饭 集中一起 把一张餐桌拉出来 加大它 加大它 一家团聚 吃一餐 大家在这儿沟通 团聚 这个开合是相当之好的 有予以团聚 团圆 让家庭成员有沟通的机会 家和就万事兴 所以这个餐桌 这样开 反而会加分 总之平时就尽量避免 整天移动餐桌 除非那时那时 大家很开心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好的耳朵 这就是一个好的耳朵 除了开入餐桌的问题 还有大家方便摘 就是油压床 大家很多时候都可能 会在床下底收拾很多东西 例如冬天来到 就收下天的风扇 放在床下底 那是否又不是那么好 因为我们说床 床一定是一个睡房 是静的区域 睡床相对一定要稳定 代表我们在风水来说 睡眠的质量好 就算睡的时间不够 质量好 对人的精神爽理 工作学业 一定有很好的帮助 所以我们追求床 一定要固定 床不要入侧 第二床不要经常移动 但是有时 譬如油压床 升高升低 甚至在櫈底里 有些棵桶放 有些朋友还放风扇 或者其他的电器 其实是不应该的 有些有电动马达 電動摩托 因為有磁石在裡面 即使它不開動 磁石的磁場會干擾睡眠 會影響睡眠質量 而且對風水來說一定是不好的 電氣應該盡量避免 不應該放在床底 如果真的要放東西的時候 你知道是地方財窄 放些甚麼會比較不敵 皮、衣物、乾淨的 這樣做好它 但電氣特別是帶有磁石 電動摩托那些 又更加不應該放在床底 大家要記住避免這件事 另外除了我們剛才說的梳化床 油壓床之外 還有一種叫反教床 原來拍貼了一張 平時看來好像一個櫃一樣 拍貼了一個櫃 但原來拉開了就變成一張床 這個方法好像很省位 但是否不好 其實它有優點 因為地方財窄 平時可能是在書房做功課 睡覺時在牆場上 翻了一個床板下來睡覺 那些書房有甚麼設計 對 就收回它 這個在平衡家居的虛實 你的地方太實的時候太窄的時候 會有平衡虛實的作用 但它又違反了另一件事 是動靜 因為睡床始終應該要靜 但你天天這樣反來反去 睡覺的地方經常動來動去 其實在風水上來說會扣分 不過大家居的現實環境太窄 這個它又會補救一些 實的環境 我把它翻上去之後 變成一個開闊的空間 可以活動做功課 或者是其他的活動 其實這個床有缺點 亦都有優點 如果你的地方不夠 就用這個去加大空間活動的區域 但如果這個地方足夠應用 其實都不建議用這個反教床 反下來 貼上去那些床 其實都是不好的 不過這樣吧 如果梳化床和反教床這些 如果只是偶爾有客人來 讓客人睡覺就沒問題 對 因為客人始終我們說 我品主 每晚半晚 每晚半晚 就算我們說睡在衰位也不介意 何況這些活動的床 如果用窗台來做電腦桌 好不好 很多朋友在家裡的窗台做電腦桌 把電腦桌移出一點 便方便把腳放在桌底 其實這個有幫助 亦利用到空間 但大家要注意 如果窗台在客廳做電腦桌 是未上不可的 但如果是睡房 便盡量不要放電腦 即是不要在睡房做這件事 好了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拜拜